书阿伟直言,亚克玩屏障这些操作,如果跟他的前辈们比起来,实在是有点弱爆了,随着亚克的播出,相信给大伙留下最深印象的,就他对屏障的使用了,又是抡起来砸人,又是掰碎的当刀片史,都可谓是想象力达满,只不过虽然花样很多,各种操作也是相当的新颖,但亚克却并不是第一个在屏障上,玩骚操作的奥特曼,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的前辈,把屏障给玩出了花来,本期阿伟就给大伙盘一盘,奥特曼中那些,骚到爆 高的奇葩护盾,那么亚克救急屏障,但本期视频还是从最新的亚克开始,就到目前为止,亚克的屏障就已经出现了五种独特的用法,前面两种都是出现在第一集里面,一个是亚克在面对抬甲翘兽插供时,直接抄起了屏障,抡起来当砖头翘人,还有一个是在最后,亚克一激灵后,用头脚把屏障顶成了两半,对着插供的腰子直接猛捅,而第三种用法则是在第四集里,面对铁头大老鼠,内兹多龙的鼠头猛进,亚克直接一个弹跳后射,六重 螺神门,一次性释放出六个屏障,虽然依旧没什么卵用,但却也还算帅气,而第四种用法则在上周的第五集里,面对聚精水兽,利维吉拉喷出的大量遮蔽视野的延误,亚克直接用光轮,把屏障切成了三半,随后又给安到了光轮上,直接组成了一个可以扔出去的屏障螺旋桨,而最后一种用法,就在本周的第六集里,亚克再次将光轮和屏障组合,一击便干脆利落的秒杀了一只下攻,好家伙,你说亚克这些操作有用吗,好像又比 比较神经刀,但你要说他华而不值吧,他又乐子辣满,只能说真不愧是想象力战士,可能不强,但一定够骚,你有病,那么罗布西人代屏障,其实要论最抽象的屏障技能,那还得是要看邓小贤奥特曼的西人代屏障,这招的首次也是唯一次登场,就在TV的第15话,罗布首次登场,对战格尔吉沃王那里,在使用这招时,罗布会使用西人代水晶,召唤出银河,维克特利,X,欧布,还有杰德,共五位西人代英雄的投影,并让他们一起使 各自的招牌必杀技,以此来抵抵敌敌人的攻击,哎不是哥们,你等等了,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好意思把这种多个奥特曼的投影一起合力释放的,可以对波,甚至是打伤对方的融合光线剂,给取个名字叫西人代屏障的,就按照这个假设,你就算给他取个名字叫西人代融合光线,也一点都没有违和感好吧,你有病,尊皇杰德兄弟护盾,要说护盾屏障里,玩的最奢侈的,那还得是看尊皇杰德,作为全奥特曼历史上,唯一个 借到了神秘四道力量的奥特曼,尊皇杰德在可以使用奥特之王力量的同时,甚至还有一个奥特六兄弟的融合胶囊,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这么跟你说吧,银河大伙都认识吧,他也有个可以借力量的手桌,名字叫斯特利姆手桌,而且非常巧合的是,他这个手桌上呢,也有个可以,一次性借个奥特六兄弟力量的槽位,这个槽位呢,银河在一般情况,压根不会指示,只在对面相当极手的强敌时,银河才会使用的这个槽位,来释放压枪里的宇宙奇的光线 但咱们在反观尊皇杰德呢,他的妈拿着奥特六兄弟的胶囊,除了放兄弟盾外,既然就再也没开发过,其余哪怕一点,其他的技能好家伙,同样都是奥特六兄弟的力量,到了人家手上,那都是当个宝贝,到了你手上,就只是拿来当一个护盾启动器,果然真要说铺张浪费,还得看身为帝国王子的杰德大少爷,那么四,欧布斯派利尔护盾,作为身体的转折点,欧布无论是形象,故事线,讲述方式,还是技能机制上,都有不少相当吸引的设计,就比如欧布 欧布在虫光形态下,有一个名叫,斯派利尔护盾的技能,而这招呢,还有一个身体版本,叫做斯派利尔之镜,而这招的效果呢,也是顾名思义,就可以通过镜面反射的原理,将敌人发射的光线类技能反射出去,而通过调整护盾的角度,甚至还可以将敌人的攻击全部还给自己,就比如在TVD二话中,欧布就通过这招,将马加古兰特王,发射的马加穿孔反射了回去,并借此将其造成了重创,而在后来,跟马加巴西大蛇的决战中,欧布就再次 估计同时,将马加巴西穿孔给反射了回去,而除了在奥特曼形态下的时候,红凯在人类形态下,也曾直接徒手使用图带的卡牌,反射了截盾世人的枪弹攻击,而在这里之所以反射子弹,也是疑似使用了这招,除此之外,一直到目前为止,欧布的这个护盾都还没有持过别,可谓是相当强力了 那么5,艾斯平障,作为光之国有名的法术大师,出色的能量储量,和恐怖的恢复效率,在造就了艾斯法王之平的同时,也让艾斯有了更多的空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变招,而在护盾这一块,无疑就是艾斯最有剑术的几个领域之一了,就光是数量上而言,艾斯就拥有着圆形平障,奥德星平障,艾斯平障,艾斯平障二行,遮断平障,这足足五种平障,这个数量,无疑是远远超过了其余的所有奥特曼,而且这五种平障,除 除了艾斯平障二行,是单纯的防御技能之外,其他的平障几乎各个都身怀绝技,圆形平障可以在防御的同时,反射敌人的攻击,奥德星平障可以当护盾,一边举着冲刺,一边从侧边用光线点射,这段平障可以化作光弹发射出去,像捕网一样,将敌人完全包裹隔离起来,而最后的艾斯平障一行则更是牛逼,就光是从耗能的角度来讲,这个能一次性抽干艾斯至少一半能量,并且还会对人间体造成极大伤害的技能,就几乎 都算是艾斯消耗最大的技能,而在使用这招时,艾斯会以自身为周星,高速旋转,并提取奥德之孔中的能量,覆盖全身,形成一个光芒漩涡,而这个光芒漩涡会在旋转的过程中,和周围的空气发生剧烈的摩擦,以此凭空制造出一个时间间隙,将敌人通入异次元中封印,而被这招影响的敌人,则会被封印在一个球形的异空间屏障中,而这个封印大概能持续一天左右,不过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个封印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弱,说 这个艾斯频道,能给巅峰贝利亚关个一时半刻我都信,但很可惜的是,这招目前为止,只在艾斯的TV中,登场过两次,并且这我要的两次使用,还是被北斗和南希子,拿来封印了多拉格里和梅特隆星人,这两个小喀拉密,算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但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大财小用啊有没有 其实早在大结局之前,想要迪迦就已经登场过一次了,你知道是在哪一集吗?没错,正是在迪迦TV的第25话里,当时的迪迦,在于基里阿洛德人20战斗中落败,甚至一度被打入了灭灯的死亡状态 不过幸好在队长巨监会的呼吁下,人们才纷纷开始带上灯具走上街头,自发的为迪迦补充能量,而迪迦最后也在人们的光芒照耀下,重新恢复了力量 而也就是在这里,想要迪迦就已经开启了想要形态的雏形了,只不过当时没配特效,所以大伙都不知道而已,而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这集中,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那就是迪迦在恢复能量以后,做起来的这个姿势,跟他前面的这幅广告牌,左边的男人一模一样 而这幅广告牌上的画,则是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创造亚当》 这幅画上描述的是,上帝在创世纪时创造亚当的场景,而迪迦的姿势正于画面左侧的亚当所对应,这里之所以会这么安排的,阿伟觉得是在暗指,迪迦是因为人类心中的光而重破新生的 不得不说,这个设计可是真的用心了,而除了这一处之外呢,奥特曼中还隐藏着很多,需要细心观察 或者对奥特曼之前的系列作品有一定了解,才能发现的隐藏致敬 本期阿伟就来给大伙盘一盘,奥特曼聚集中,都还隐藏了哪些,对别的作品的隐藏致敬,那么大鼓致敬长野博,除了咱们开头说的致敬亚当之外,迪迦中最为经典的致敬,就要属TV的第49话《奥特之亲》了 在这一集里,大鼓跟随着怪兽买家查理家,穿越回了曾经奥特曼的片场,并在这里见到了远古英雅与金城折服,甚至还跟初代来了个平成和昭和的诗迹之物 不过,说到这一集呢,其实还藏着个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发现的隐藏之境,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注意到,在大鼓刚穿越回去的时候,就被片场的员工,当成了一名叫做长野的人 而在这一集的结尾呢,这个叫长野的员工,也是再次出现 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长野长得跟大鼓那是一模一样,简直可以说是平行时空的同位体 而这里呢,很显然就是远古埋的一个致敬大鼓的演员,长野博的彩蛋了 毕竟这个片场的小员工,名字就叫长野,长得还一模一样,你只要说不是致敬,那谁信 那么,小鹿致敬赛罗弟弟,说话他们历史上的,是父弟人,小鹿的人生,可谓是波澜壮阔 而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小鹿的演员冰天龙城,小时候的他曾在贝利亚银河帝国中 饲演过赛罗的初代人间体,蓝的弟弟小智,而这位小智呢,同时也是当时詹伯特的驾驶员 这件事呢,如果这要认真了来讲,其实也不算啥,咱们的初代人间体早前进 还有迪迦里的客串王星辰,全部都在后续的作品中,以不同的身份,有过多次出演 这里都再常见不过了,可问题就在于,这些串场的演员,往往就会被远古拿来官方玩个 比如初代就屡次的在他之后的课程作品中,致敬自己变身的姿势,而咱们的小鹿呢,同样也不例外 在杰德的剧场版中,当时的众人,刚刚结束了战斗 而赛罗锦背队的众人,也终于在屏障解除以后,来到了地球 而就在这时,詹摩奈突然让小鹿跟他一起做了一个动作 其实这里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当年小鹿还是小智时,操控詹摩奈,变形时的动作 好家伙,要不怎么说小鹿这小子,一看就有主角像的 小时候开机甲打老爸,长大的直接自己变身打老爸 这换个一般人,哪能做到这么执着啊 那么算,初代致敬流酸脸,说个不太冷的冷知识啊 初代在TV当中呢,有过三套完全不同的皮套 而由于这三套皮套,面部面具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所以又被奥迷们分为最初的流酸脸A脸,较为紧凑的B脸 而最后也是一直沿用到现在的C脸 而说到这三款脸型里最具特色的,那肯定就是A脸了 你看着性感的嘴唇,你看着凹凸有致的脸,简直不要太别致好不好 而或许也是因为太别致了,这款脸在当时才不过登场了十几级 就被远古给放弃了,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平成的两部剧场版,孟比乌斯号的兄弟,还有超二的八兄弟中 初代使用的,虽然是一个全新制作的面具 但这个面具毫无疑问的是致敬了传奇流酸脸 说实话,这么刁钻的致敬角度,真是阿脸没有想到的 看来就要论卖情怀,还得是你远古老贼啊 其实标题这个说法,还是有点不准确的 毕竟人家特利家,本身标榜的就是一个新人代迪迦 甚至就连形态参数和技能名字,都跟迪迦一模一样 这哪有不至今的道理,但咱们这里要说的呢 却不是这些,显而易见的致敬 而是一个藏在鸡脚嘎拉里 你如果不注意看,就绝对不可能发现的致敬 那就是在特利家的剧场版,德塔特别片中 特利家在终结邪恶特利家时,使用了光线 其实当年的迪迦 邪恶迪迦时 专用的细胞变换光束 被这招命中的敌人 虽然会被剥夺奥特曼的力量 但相对也能保住性命 好家伙 大伙都当你是特将军 是个砍起人来 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凶神 结果没想到 你小子背地里 竟然也是个宅心人后的大善人 那扎比鲁都那样搞你了 你还想留着他一命 你真的 我实在是哭死 那么5 戴拿之锦巨山超力霸 说到巨山超力霸这个名字 相信很多小伙伴 都是再熟悉不过了 在迪迦T位的第二话中 胜利队众人在开会讨论 给神秘的光真巨人 取个什么名字是 咱们的中方副队长 当即便提议 给这个像山一样高大的巨人 取名为巨山超力霸 而这个名字呢 也非常不出意料的 被其他人给否决掉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学姐这个当年带头反对的人 既然在后来给自己研发的机器人 也给取了个名字 就叫巨山超力霸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在戴拿T位第42话中 飞鸟梦中的绝颈 研发出了一款机器人 取名为加里巴山5号 而这个加里巴山呢 就是巨人超力霸的 另一个翻译版本 所以说 这个加里巴山5号 又可以叫做巨山超力霸5号 好家伙 没想到绝颈你小子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也就很诚实嘛 这是迪迦最后一次 这是迪迦和大狗的最后一次告别 在众人的鼓掌欢呼下 迪迦踏上前来 献上花束 一人一奥相拥在一起 大狗看着眼前这个 自己的半身 不住的说着 对话我心目中 奥特曼剧场版最高情怀巅峰之作 超二的巴兄弟 就像是一座宝库 无论是剧内还是剧外 都蕴藏着无限的惊喜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一看 超二的巴兄弟 电影内的种种彩蛋 和电影外的那些 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在本次花束的一开始 就是大谷骑这个 应有胜利队logo的自行车 一家一家的路过了 昭和老铁门的店铺 在超八的设定中 众人所在的是一个 奥特曼主宇宙的平行时空 在这个宇宙里 所有的人间体们 都过着平凡的生活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就是大谷 在这个世界里的大谷 是个科室的小支援 而这个办公室的场景呢 其实还是个 现实存在的科室 正式的名称为 横斌市经济观光局 观光交流推进客 而这里出院大谷的同事 也全部都是 真实在这个推进客里 上班的社畜 好家伙 这么细节的嘛 而在大谷上班的路上 最先路过的 就早田进开的自行车店 而早田和Lina 这对真妇女 在本部剧中 同样也是与妇女的身份登场 行嘛 这下初代真诚嫡家岳父了 另外 在早田的饭店里 还摆放了很多 很有非洲风味的摆设 而这全部都是 超巴剧组 为热爱非洲的早田 特别准备的 大谷继续前往 路过了追星团 开的夏威夷餐厅 从装饰上来看 这里的团 之所以开的是 家夏威夷餐厅 应该是致敬了 赛文TV的第15话 而在这个世界里 赛文也终于是跟自己 朝思暮想的 安努喜劫连礼 对奥特曼迄今为止 除了新耳之外 票房最高的电影 靠的八兄弟的背后 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 接着大谷 便继续前往 又路过了 香秀术所开的 汽车维修厂 这里毫无疑问 是致敬了原世界观众 香秀术在加入 Matter Day之前的工作 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 TV中的汽车场 是板田建开的 而在超巴里 则变成了香秀术自己开的 而另外一点 很有意思的是 在TV中 被纳克尔信任 残忍杀害的秋子 在超巴中 飞大没有死 还跟香结成了一对 并且身有一女 而这个女儿的演员 其实就是秋子 在现实中的亲身女儿 而在花絮中 香也是狠狠吐槽了一波 死而复生的秋子 而大谷最后路过的 则是北斗和南希子 一起开的面包房之家 而这个面包店 貌似在现实中 也真的是北斗自己的店 另外在超巴中 南希子也是纯纯的地球人 他和北斗二人 最后也走到了一起 并且生养了一个女儿 而这个女儿 也同样是南希子 现实中的亲身女儿 不得不说 这女儿长得真实 跟年轻时候的南希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 而且不仅是阿伟这么觉得 其实就连北斗 在花絮中也有在感叹 这娘俩长得是真相 而除了设定方面的彩蛋呢 在超巴开拍前的 每个人留言中 也藏着很多内容 其中最让阿伟难以释怀的 就香秀术在开播前 所说的话 香面对镜头 平静地说道 他非常的荣幸 可以参与到这次的合影囊中 因为当时除了他之外 路卫昭和人间体的年龄 都已经过了60岁了 再过几年 可能谁的身体 会出现问题也不好说 没有想到香哥哥最后一语沉沉 但最先缺席的缺他自己实在是难过 而除了这种悲伤的话题之外 当然也有开心的片段 就像是早上开拍打瞌睡的未来 和在北斗的个人环节中乱入进来的未来 这里看得出来 未来是真的很受 怕艾斯哥哥的喜爱 而且阿伟还听说 北斗和未来 在现实中 貌似还是亲戚关系 至于到底是啥关系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在超8的花絮中 还为大伙揭露了 奥特曼在拍摄时的一些 特殊拍摄秘密 就比如在要拍 怪兽破坏城市镜头时 工作人员会先制作好 城市的完整位缩模型 并在里面塞上小型炸药 然后再用锯子 将房屋的模型 提前锯成杂乱的无数块 以此来方便 回头拍摄的时候 怪兽破坏 而在做完了以上工序以后 再由美术组的成员 用颜料 将建筑上的裂缝 给遮盖掉 这样就算是做完了 所有的前期准备 而在道具准备完以后 怪兽在开始正式破坏之前 也会先用纸盒子来练手 等到一切准备以后 才会正式开拍 好家伙 在没有任何特效 和简洁的情况下 就能做出如此震撼的效果 这就是特色 无可替代的魅力 而除了怪兽之外 奥特曼战斗的镜头拍摄 同样也是非常牛逼 像什么皮眼原地打空翻 那都是基本操作了 阿伟觉得最牛逼的 还得是这个 小孟被旁盾打飞的信仇 而除了精湛的测射技巧之外 超8的成功 也离不开主演们的努力 而在这里面 阿伟觉得最神的 就是几个奥特曼变身环节了 首先就是小孟的 无特效变身了 不得不说 没有特效确实有点干 而且不仅如此 站在一旁狗狗碎碎的大鼓 还吐槽小孟的变身动作 比他的复杂多了 结果他的说话还没多久 等到他自己拍的时候 转头就也给自己想了套动作 好家伙 还得是你啊大鼓 连变身特效都没有 竟然也能帅得淌口水 而除了迪迦之外 平成三节里 剩下了两位 同样也是干净辣满 而且根据后来 我们在残坊中所说的 他当时变身的时候 坎的腿都抽筋了 当然是给他喊过瘾 而除了这些小年轻之外 招和老邓们的变身 同样也是帅的爆炸 不得不说 这三个人一起等 艾斯前腰的镜头 多少还是有点搞笑了 而在花絮的最后 整个剧组 流到最后一个的大鼓 在补拍完了 全部的镜头以后 也迎来了属于他的杀青 看他和迪迦并肩离开的镜头 二位总觉得美好中 又带着点莫名的伤感 总觉得自己的青春 也跟着他俩离开了一样 而如今在回顾超八 有的人已经身败名裂 有的人永远离开 曾经的美好 早已经不复存在 而像超八这样的盛况 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吧 我这个骚缸 准哥竟然自己亲口说 自己是真男人 好家伙 阿伟男的是在做梦嘛 就在前段时间 准哥携手连地 和徒手作光的沟吕木 一起来到中国 与中国奥迷互动 并在现场奥迷的引导下 说出了那句传世经典 准哥真男人 第一时间 准哥真男人的名号 又再度在国内 各大社区论坛传播了开来 但说到这 不知道大伙知不知道 准哥真男人这个名头 到底是咋来的呢 本期视频 阿伟就来给大伙盘一盘 奥特曼中 人间体的那些 身无人心的外号 以及这些外号 都是怎么来的 那么1 准哥真男人 其实这样从战斗的风格来讲的话 准哥打起下来 是没有连地拼命的 但为什么大家都叫准哥真男人 而不是叫连地真男人 这个呢 其实还是因为 准哥是奈克瑟斯的 5个适当者中 唯一一个 抱着赎罪心态在战斗的 塞拉的死 一直都像阴霸一样 笼罩着他 甚至就连被光选中 获得了可以 变身奈克瑟斯的力量 都被当成了是一种惩罚 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 准哥都在拼命的战斗 每多保护下一个人 或许他就能觉得 自己的罪恋少了几分 而由于持续不断的 高强度战斗 外加人类阵营的诸队友 赠送了光子嫩夫 准哥的身体 早已经破损不堪 可就算是这样 准哥也没有停止过战斗 现在后来 被打到灭灯后 准哥依旧凭借了 恐怖的意志力 重新站了起来 并在夜袭队的帮助下 再度恢复能量 甚至还在最后贯头 抱着彼此的决心 给黑暗梅菲斯特 来了个极限一换一 别的都不说 灭灯后还能站起来 在死里逃生后 依旧还能有 舍身于敌人 同归于尽的觉悟 就光是这两点 准哥都绝对无愧于 真男人之名了 那么王牌飞行员大谷 作为不少奥迷心中 公认的塑造的 最好的人情体之一 大谷这个人物的 精髓就在于 他既有着身为人的平凡 又有着作为光的特殊 所以按理来说 像大谷这样的人设 一般是不太可能 会留下差 独以被当作是 外号的梗残队 但问题就在于 这哥们的飞机坠毁力 实在是太高了 作为胜利队的 王牌飞行员 新城和大谷 这坠机二人组 每天不是在坠机 就是在坠机的路上 而当他俩坐上 同一架飞机时 那更是一加一大约二 有极大概率出发 飞样号的隐藏音效 事实在后面的聚集中 就连他们自己 都吐槽起了自己 惊人的坠机率 好家伙 原来你俩也知道 自己的坠机率惊人 这王牌飞行员的外号 可真是一点没叫错 那么三 寨王欧布 要说新人代最知名的角色外号 那肯定就是寨王鸿凯了 作为将新人代 借力量体系 发扬光大的罪魁祸首 欧布寨王的名号 可谓是由来已久 而之所以称他为寨王的 除了是因为他老借别人的 奥特曼力量战斗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这货 每次变身时 要说谁谁谁的力量 借我一用 这话其实乍一听的 不仅没啥毛病 甚至还怪有礼貌 可关键就在于 这货每次都说借 可大伙却从来都没见他 有哪次还过 你说说 从来都是直接不还 这可不就是 欠了一屁股债的债王吗 那么四 暴躁碎仔 要说昭和时期里 绰号传播度最广的 那肯定就是暴躁北斗了 其实这样说起来 北斗这人是真挺不错的 对待周围的朋友队友 都还算很友善 遇到啥突发事件 也会十分热心肠的上去帮忙 但在这同时 北斗也是个 酱得出奇的超级冷头青 遇到事情应认死里 而且容易钻牛脚尖 在和队友产生分歧时 北斗也经常 急切的需要证明 自己才是对的 而这就导致了 北斗在很多时候 看起来都比较暴躁 可事实上 北斗也确实是一个 相当暴躁的人 不管你是女人还是小孩 只要你犯错 那北斗的大嘴巴子 包是给你轮得呼呼的 而除了平常的性格原因 北斗被称为暴躁老哥 同样也离不开 他在变身后 过于残暴的战斗表现 各种分尸断头 那都是家常便饭 不过这里呢 其实有个比较经典的谣言 那就是不少小伙伴都说 北斗在离开了南希子之后 战斗风格就越发的残暴了 这个其实是错误的 实际上 在南希子还在的时候 艾斯肢解超兽的次数 是要远远高于 北斗一个人变身时期的 而且更离谱的是 在南希子没走的那段时间里 艾斯还格外热衷于断头 总是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削掉怪兽的脑袋 好家伙 原来南希子你 才是真正的暴走老姐 那么5. 欧斯超人 不知道大伙注意到没有 自新代以来 远古就喜欢给奥特曼的人间体 设计一个口头禅 而不少人间体的外号 正是来源于他们的口头禅 其中最有名的 就责打人间体 摇辉的欧斯超人了 由于摇辉在回别人话 或者是给自己鼓气的时候 都喜欢打来一只欧斯 然后再加上摇辉 在战斗时相当的勇猛 就跟个超人似的 所以不少奥迷 就直接称摇辉为欧斯超人 而可能有很多小伙伴 都以为这个欧斯 就是单纯的语气注词 大卫只能说 你还是把远古 想的太简单了 这个欧斯呢 其实是日语中 一个名叫鸭忍的词 是50道相关人士 之间的问候用语 主要流传在空了道 见道 还有柔道等领域 一般是在打招呼的时候用 仪表相互勉励之意 然后这个词呢 现在也被用作回答问题 和上司长辈教导 类似于好的 知道了 明白 收到的意思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加古拉 给姚辉下个什么命令 姚辉回他个欧斯的原因 而这个词在姚辉这呢 也不再局限于本意 而是要应用的更广 基本上干啥 他都要来具欧斯 甚至在健身的时候 他也一直在欧斯欧斯个不停 而在奥特曼系列中 像姚辉这样 因为一个口头禅 而获得外号的人间体呢 还是有不少的 其中比较经典的 就是那敌代兄弟了 特雷加的男主 珍珠念物 由于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把全世界大伙都给整了 所以他成年就把 而尴尬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屁 再加上特雷加呢 看得让人心惊胆战的战斗强度 奥迷们便给健物起了个外号 叫开心超人 而健物的2D 德凯的人间体骚大 虽然没啥特别的口头禅 但却不敢遇到什么事 都喜欢拿来跟自家的煎饼做对比 所以大伙便也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煎饼超人 可谓是相当的形象了 毕竟骚大的这个头铁程度 也确实不比他家的煎饼差多少 鲁迅曾经没有说过 TV麦09赛后山银河客串奈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顺口溜呢 说的全都是 上面这四个奥特曼最强的时候 就比如麦克斯 钻在TV里也丢了不少人 但解决掉恐怖的敌人 却是其他要所望尘莫及的 毫不夸张的讲 TV里的老麦绝对担得上 最快最强之名 可问题就在于 TV里的老麦强归强 可他这一出TV啊 只要在其他地方登场 不管是客串还是跑龙套 全部都是一等一的被迫害的对象 打团冲第一个 被贝利亚两棍撂倒 跑去后背TV客串 被后背跟两个怪兽一起寻侯 好不容易安安稳稳的 想去跑个外勤 还要在15周年的时候 被挂在天上当风筝 不是 真不是阿伟故意黑老麦 实在是他这些个战绩 哥们早就已经是如数加针 倒背如流了 当然了 除了老麦之外 奥特曼中确实还有不少这样 在自己的TV主场乱杀 结果一出门 就各种吃憋的主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来盘一盘 奥特曼中那些 主场相当牛逼 但客场却疯狂吃憋的老六 那么哇 赛罗 有一说一 赛罗严格意上来说 是没有自己的主场的 毕竟他一个 剧场版出身的奥 又没有自己的TV 哪来的什么主场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是只看剧场版 和他的个人外传 那赛少也绝对是 战神级别的人物了 拳打背老黑 脚踢背老黑 主打的就是一个嘎嘎乱杀 可随着时间来到新人代 赛罗开始了他的客串生涯后 这一切好像都开始了 有一丝丝的不对劲了 其实在早期的新人代 赛少还是非常潇洒的 虽然偶尔被盗版个装备 侵犯个版权 但总理上 日子过得还算是滋润 而咱们的赛少 也就是这么晃着晃着 晃到了杰德的片场 结果这才一落地 立马就开始坐大牢了 老神棍给的手镯 被敲爆肺了 自己的几个新人代 也全部被封号了 好不容易混了个新人代 还菜的流浓 一天到晚的吃憋 甚至还被打打摁着锤 而也就是从杰德开始 赛罗的职业生涯 急转直下 开始了疯狂的吃憋之旅 在银哥一里 被算计关进了小黑屋 在泽塔里 被偷袭关进了小黑屋 在银哥二里 开着新人代 刚吹完牛逼 就被打飞百丈有余 你说说你说说 咱们赛少 啥时候说过这种去如 不过虽然现在吃憋的多了 但赛少却依旧是 奥特曼族宇线的 唯一指定男主 好家伙 懂不懂什么叫远古亲村子 那么二 杰克 作为昭和李 和左飞并驾齐驱的别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两人都是昭和奥中 指定被迫害位 没办法 孤代是开山座 大文是远古白远光 艾斯是奥特兄弟王牌 泰罗是黄乃子 雷欧和艾迪 时间又太靠后了 这左算右算 能破坏的 可不就只剩他两了吗 特别是杰克 那左飞人家是客串出身 本来就没有自己的TV 这丢人也就丢了 但杰克不一样 龟曼在TV里 虽然也老是识别 但人家的战绩 可是实打直的 甚至就连光怪兽 普利斯墨 黑暗怪兽 巴修盾 懒多怪兽 亚美坦拉斯这些 天花板级别的bug怪 杰克也是杀了不少的 虽然有些过于依赖 手轴的嫌疑 但杰克也绝对能算是 非常标准的TV战职了 可咱们再来看看 出了TV之后的龟曼呢 咱们一次一次的来看 首先就是在艾斯的第15话里 杰克跟其他奥的兄弟在一起 被亚伯人传的假信号 给骗到了高格达心上挂了起来 在这之后 艾斯的杀手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的吸能量 结果到了龟曼这 就仅仅只是 把他的手桌给摘了 压根就不屑去 吸龟曼的能量 好家伙 你秀谁呢 不把我龟曼当人看是吧 而同样在艾斯里的第26话中 杰克又一次和兄弟们一起 被西波利特新人 给变成了铜像 这次的杰克 更是蠢的发泄 那罩子都到头顶上了 他还可能搓技能呢 而在出了艾斯片场之后 咱们把目光放到 泰罗的第40话里 这次咱们天下无敌的杰克 又被泰兰特给轻松击败 甚至就连奥特线名 也都被干碎了一地 而在这后面的52话里 杰克不仅没有打过多罗伯恩 甚至还被骑 抢走了彩色计时器 直接变成了二次元 而好不容易出了 奥特六兄弟的片场 杰克的主境 却依旧没有好转 在雷欧TV第34话中 原本是来给七爷 送快递的杰克 结果又在和阿修罗的战斗中落败 并且还被阿修罗 给戴上了禁严面具 玩上了SM 甚至在抵达地球以后 杰克的人间体香秀术 还被一群熊孩子 给暴揍了一顿 好家伙 能被远古这样破坏的 只能说真不会是归慢的 如果说别的 一天到晚的客场识别 看起来不像是演的 那高斯高师傅 就是纯纯的演的不像了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高师傅 是神秘4号高级融合材料的身份 而忽视了他本身的实力 作为目前为止 作用整个奥特曼历史上 独一档的65级TV剧 外加三部剧场版的男人 高师傅不仅拥有着 足足五种形态 并且在实力这一块 也是相当的强劲 咱们就拿他的最终形态 高斯未来来说吧 在剧场版最终决战里 被关在光亮子空间的五脏 在接受了来自朋友们的 相信未来可能性的 这一梦想之力后 直接给高斯 狠狠的祝福未来能源 让其进化成了未来模式 就诞生方式而言 这个形态可谓是相当的违心 而在实力方面 高斯未来也是相当的强力 所有的数值 全部都数倍于TV最强的日式模式 甚至就连最普通的拳脚攻击 都相当于日式必杀技的威力 可以说是极其标准的 纠集奥魔版了 这时候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 阿伟阿伟 既然这高斯这么强 那他为啥每一次客串 都会疯狂吃鱼 这个其实很简单 大伙都知道 高斯每个形态的战斗力 从月神到未来 是足层向上递增的 而问题呢 也就出在这里 高斯这个B几乎每次 一到客串的时候 其他的几个形态 就都跟冲进了马桶里似的 从头打到尾 就只知道惦记着 他那个破B月神 上去又是摸又是揉 就是一点伤害没有 而且除了一天到晚的 他这个月神到处滑水外 这货还经常性的 会有那种非常明显的假赛行为 其中最明显的 教主在奥特曼传奇里 你说你堂堂一个奥特曼 能那么被石头砸迷 我是真没想到 不过自从到了英格之后 咱们高师傅的滑水情况 总算是比以往好了不少了 这形态也会切了 技能也会放 不是干嘛 你有这水平你早干啥去了 你待会是客串的时候 少滑点水 也不至于获得个 客场憋王的名号 人类和奥特曼 杂交出来的杂种 到底该算人还是奥特曼 好家伙 这个问题 绝对是阿伟这段时间以来 经过最离谱的问题了 话说这不是有段时间 没给大伙回答问题了 这一攒还真就攒出不少 有意思的提问 本期视频咱们就继续来看看 有关奥特曼的几个问题 对啊 本视频纯属图一乐 本质全牛逼 大伙如果有不同的观点 也欢迎在弹幕评论区里友善补充 第一问 奥特曼和人类能生孩子吗 咱们直接说结论 以目前的设定来看 人跟奥特曼可以防射 但却不可以生孩子 虽然普通人一般情况下 没法变成奥特曼 但奥特曼在部分情况下 却可以主动化身为人类 而拟人之后的奥特曼 基本就和真人无异了 同样会进食 同样会上厕所 所以在那方面 应该也是正常的 而且在他们光之国 也是有通过结婚仪式 来组成家庭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理论上而言 奥特曼是可以跟人类结婚 甚至是黑黑黑的 可就算是这样 这两个物种之间 却依旧没有任何一丝 可以杂交的可能 因为奥特曼就算是拟人化了 他的本质也依旧是光 就拿加古拉来说 他在人类形态下 被拔下来的头发 很快便化作光芒消失 所以奥特曼所化的同类 也是同理 而比起咱们人类这种 低级的胎生动物 奥特曼们的反应方式 就要高级很多了 两情相悦的两个奥特曼 会通过互相交换 自己光的方式 来产下子嗣 也就是说 人类产出的是金子和卵子 而奥特曼产出的 则是纯粹的光 这两种东西 咱都不说啥 甚至隔离不隔离的 他妈的都不是一个物质 所以说 真有想生个人要混血的 这种逆天想法的小伙伴 阿伟还是劝你 不要太逆天了 人不能 至少也不应该 赛文 他妈的赛文还在追我 是出自哪里 赛文还在追我 虽然这句话说的是赛文 但出数却并不是赛文 而是出自1980年的艾迪 而具体的级数 是在艾迪TV的第44话 在这一集的一开始 一个手上抓着赛文玩偶的孩子 正在球场上进行比赛 这个小孩叫职人 他的球技很棒 没过多久 就先一球拔得头筹 可以就在这时 一伙带面具的暴走族 却突然闯了进来 他们不仅在赛场肆虐 甚至还撞上了职人和他姐姐亚师 而就在这时 施蒂蒙虽然也赶到了现场 但却并没能来得及 抓住那帮暴走族 无奈之下 他只好先把职人送到了医院 而在医院里 施蒂蒙也在和 施亚的交谈中得知 这个赛文玩偶 是职人的护身符 他从小就一直在在身边 形影不离 而这个玩偶 也一直陪着他长大 是他悲惨童年中 唯一的一束光亮 也是他能够走出 一埋的主要助理 而施蒂蒙在听了施亚的哭诉后 当即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抓到对方 并且让他们跟职人姐弟道歉 可就在施蒂蒙回到UGM 跟队长讲述了 自己今天的经历以后 队长却上来就给他泼了盆冷水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把这事交给警察 甚至为了不让施蒂蒙参谎 还顺便给他放了个架 好家伙 不是哥们 你们是防伪剧 怎么也算是个重点单位了吧 这架真就说皮又皮 而另一边 被迫放假的施蒂蒙 却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一出基地的门 他就开始私下调查 可就在他独自搜索的途中 却被暴走族们发现 挨了一顿好打 最后要不是UGM的巡逻车 恰好路过 施蒂蒙不知道 要被打的多彩 哎不是 你先等等 你他妈不是爱迪本尊吗 你堂堂一个奥特曼 被几个小混混吹成这样 真的合理吗 而就在施蒂蒙 被巡逻车救走没多久后 UGM却收到一条 相当离奇的消息 剧目记者声称 曾经最偏爱地球人的赛文奥特曼 如今竟然突然出现 并且现在正在城市中大肆破坏 众人听闻这个消息 全都感到不可思议 而在后来 新两子的脑电波探测下 大伙这才知道 其实这个赛文 是职人对暴走族的怨气 依附到他的赛文玩偶身上的 所化而出的妄想赛文 所以赛文一出现 就一直追着暴走族 而这也就导致了 那句传世经典的突出 第三问 人电体的名字 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这个问题 算是这段时间 大伙问的比较频繁的一个问题了 不过也确实 奥特曼当中 确实有不少 名字奇奇怪怪的人电体 而他们的名字 也的确大多都有深意 咱们这次 就挑几个最有意思的来来讲讲 咱们先从招合开始 艾斯的人电体北斗星思 顾名思义 指的就是北斗星 泰罗的人电体东光太郎 其中太郎在日语中 是长子的意思 象征着他是奥夫奥姆 唯一的亲生儿子 接着咱们往平城看 迪迦的人电体原大谷 他的名字 前面这个原字 自然是取自于远古诸识会社 象征着迪迦是远古的孩子 盖亚的人电体高山我梦 他的名字根据誓言者 极刚意志所说 可以理解为 越过江南族险 朝着自己梦想前进的意思 诺亚的唯一人电体 孤门一归 他名字中的孤门这个词 谐音自英文中的空门 意思为常见的 普通的 以此来寓意 孤门和大家一样 都是云云众生中的一员 接着就来到了新人代 银河的人电体底堂光 他的名字来源于 日语中价与光的谐音 可以说是一个 一看就很人电体的名字 艾克斯的人电体大空大地 他的名字是字面意思 天空和大地 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则是因为艾克斯和十字架很像 而十字架是立于大地 直指天空的 泽塔的人电体下穿摇晖 他的名字后面的摇晖 寓意为遥远的光辉 而值得一提的是 泽塔TV最终化的标题 闪耀着遥远光辉的战士们 正是致敬了摇晖的名字 克力加的人电体 身中见物 他的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日文的元大国 演化改变而来的 德卡的人电体 明日见周大 按官方的说法 此名义为 展望未来奏向远大的梦想 而除了咱们说的这些 奥特曼人电体里 还有不少名字 都相当的富有深意 大伙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伙回头 专门给大伙整一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信主意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